今天我们来学国学经典单元的最后一篇文选 这篇文选选自于左传这本书 在我们教材的课文名称叫做情依缓和 关于这篇文章的名字 我相信不少同学拿到以后不太理解 情依缓和是什么意思 难道动作很慢 是不是情朝还是什么时候的医生 动作比较缓慢 比较什么缓和是吗 其实不是的 这个地方情依缓和是讲的是春秋时期 一个国家诸侯国秦国 所以这个秦不是情朝而是秦国 春秋时期的秦国的两个医生 第一个医生的名字叫做缓 第二个医生的名字叫做和 所以缓和是两个医生的名字 刚刚我说了我们这篇文选选自于左传 在左传里面是没有这篇名称的 我们这篇名称情依缓和是编教材的 编这个书的编者给加的 就原本在左传里面 它是没有情依缓和这四个字的 说到这儿我还有一点想展开说一点点 就是关于这个缓和这个名字 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 我刚刚提到了 说是名字叫做缓和名字叫做和的医生 所以大家可能会想到你们在中学的时候 学到的刨丁解牛 那个刨丁 刨丁怎么去理解呢 刨是他的职业 对吧 这个厨师 厨师 然后呢 这个厨师丁 丁是什么呢 不是他的姓 你不能说丁师傅 我们今天可以说丁师傅 但是这个丁师傅 你不能说是姓丁的一个师傅 而是名字叫做丁的一个师傅 这告诉我们 这告诉我们什么 告诉我们在上古时期 一般的平民老百姓是没有姓的 只有名字 没有姓 只有贵族阶级才有姓 而且贵族到什么样的阶级呢 就社会的顶端 社会的顶层才会有姓 而且那时候的姓 你看我们姓名的姓 我前面跟大家说过 这个姓名的姓 对吧 女生为姓 所以呢 我们上古的十大姓 全部都是有女字旁的 比如说轩辕皇帝 姓姬 皇帝哦 我们炎皇子孙 皇帝是姓姬的 这个是姓 然后还有姓姜的 可能大家知道的 周五王时期的功臣 姜子牙姓姓姜的 还包括我们听这个风火系诸侯的那一个孝 是吧 风火系诸侯的那个包四 包四姓什么 姓四 所以千万不要认为包四姓孢 不是姓孢 包四它是姓四的 所以孟江女 姓啥 不姓孟哦 孟江女 姓孟 不姓姜 孟江女是姓姜的 那为什么他要叫孟江女呢 他们家的老大呀 他有可能不是他们家的老大 而是他嫁过去的那个丈夫 在家里面排行老大 所以他叫孟江女 是这个样子 孟是他的一个排行 所以呢 这些是叫做姓 这些姓呢 只有贵族阶级 社会最顶层的人才有姓的 下面的人是没有姓的 后来重新分化出来了 我们一般的人也有姓了 其实我们一般的人的这个姓叫做是 不是真正的姓 是是 姓是 姓是就身之而来的 那也就是说呀 医生在我们先秦时期 是一项非常低贱的工作 就可能跟厨师啊 跟解牛的那个袍丁差不多 他是没有姓的 包括下棋的 我们说琴棋书画 在我们古时候 那也是低贱的职业 所以大家都知道 一丘一丘 是吧 中学就学过了 一丘 那一丘 他姓什么呢 不知道 因为他是下棋的 所以就是一 我们叫他一丘 他的名字叫做丘 这是他的名 所以秦医缓和 秦国的医生 名字叫做缓 名字叫做和 这是一个文化常识 以后大家看到了这儿 你就知道了 不知道他的姓 但是有名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名的 生下来一定有名 为什么生下来一定有名呢 你看看这个名是什么 傍晚的时候张开嘴去叫的 对吧 白天不用叫啊 白天我对你说你过来 我这样一指你就知道 我指你 但是晚上我不能说你过来 你知道是谁啊 所以我必须要叫名 所以傍晚的时候开口去叫的 那就是名了 但是姓不是的 姓是女生为姓 表示你是哪个母系氏族所生下来的 你归属到哪一个母系氏族部落 这个归属 所以姓名姓名 我们现在都有姓名了 但是古时候呢 只有名没有姓 那我们看到像缓和这些 那就是他的名字 而不是他的姓 这是关于秦医缓和 这篇文章名称的 我的一个解释 那因为左传 这篇文章呢 这本书不能算文章 左传这本书 它是对春秋经的一个注视 原本它是对春秋经的一个注视 我在讲周一的时候 已经告诉过大家了 我们中国古代首先是有经 经典 那经典流传的一些年 比如说上百年了 几百年了 大家读不懂了 那必须要对经进行一个注视 对经的注视叫做传 所以我们周一既有一经 也有一传 那春秋经 春秋经对它的解释和注视 叫做传 叫做春秋的这个传 那春秋的这个传呢 主要是有三家的传吧 关于这个问题我一会儿再谈 现在我先来谈春秋经 春秋经的作者是谁呢 当然是孔子 当然是孔子 就是我们中国的儒家的经典 诗 书 礼 义 春秋 五本经典 作者全部是孔子 诗经 虽然大家知道 他的作者其实不是孔子 而是周朝的 甚至比周朝以前 那这些月官到民间去采的诗 到民间去收集来的 采路的采风的这些诗 但是为什么我们要说 春秋经的作者 不是春秋经 诗经 诗经的作者是孔子呢 那个孔子编诗啊 本来诗经是有三千多首啊 孔子把它删掉了 最后留下了三百首 那所以我们可以说 诗经的作者是孔子 上书 我前面在讲上书的时候 跟大家说过了 对吧 流传来的上书 其实有一千多篇文章 孔子把它删成了一百篇 所以上书的编撰者 也是孔子 那我们今天读到的上书 只有五十五篇呢 已经不负孔子时的旧貌了 诗书里 周里 周里孔子定礼月嘛 他也删定过周里 然后诗书里 周里 周里不用说了 一传那就是孔子写的 就是孔子做的 春秋这本书 春秋这本书 才是彻头彻尾 就是孔子编的 就是孔子编的 那跟其他的书不一样 其他的书是孔子来编定 前代已经有了 我来删定 春秋这本书就是孔子写的 就是孔子写的 我们中国历代以来 一直 这个讲经典的人 都是这么认为的 你比如说 孔子就说 孔子做春秋 而乱成贼子巨 对不对 从孔子的这句话 你们看到了 孔子做春秋 孔子经常说自己 叫树而不做 树而不做 他经常说自己 他叫树而不做 树是什么 我继承 我只继承 前代圣王的经典 但是我不去创作 我不创作 但是春秋经 就是孔子创作的了 所以孟子说了一个 孔子做春秋 你看 说明 关于孔子的一些 治国治世的理想 他的一些观念 全部都在春秋里面 那为什么孔子做春秋 而乱成贼子巨呢 那也就是说 从孔子开始 就开创了中国历代以来 史书的一种写作的模式 我们中国的史书 跟西方的史书是不一样的 西方的史书是一种信史 什么叫信史呢 就是严格考证事实 西方的史书 历史书记载下来 你会相信 他写的都是真实的 我们中国没有信史 中国的史书 写下来是表现 或者说去展示 或者说去书写 去书写 做着自己的人生理想 做着自己对一些事情的判断 是这样一种方式 所以我们中国的史书写下来 一定是经过作者的主观地去淘汰 真实的事情夸大 为什么 表现效果 不好的事情 不行 直接略去不写 所以从中国的史书 你看不到历史的真实 看不到客观的真实 中国的史书全部是主观的史书 因为中国的史书记载下来 不是为了记载 那个朝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中国的史书全部的目的 都是为了资质通鉴 是给君王去建的 是吧 资质通鉴 是帮助他们去治国 帮助他们去借鉴用的 那在孔子的时候呢 他的史书 他的春秋经 写出来是什么 写出来是去验证 他的人生理想 去验证我们在读诗读书 诗书 我们在读诗经读上书的过程当中 学到的那些 学到的那些礼仪 那些人生的一些体会 要在历史的事件当中去验证 那我们每个人不可能经历过那么多的风风雨雨 那么多的大事 于是就用前人的故事 你来进行一个体会 验证看 对不对 用前人的故事 所以从孔子开始 他的春秋 他的春秋就预含了自我的褒贬在里面 所以孔子做春秋而乱成贼子句 为什么呢 假如说你的所作所为 不合于当时儒家思想的一个正统 那你就叫乱成贼子 那你为什么就倔 为什么会倔 那孔子就会把你的裂形裂言 大书特书在春秋经里面 大书特书 你就会遗臭万年 是这个样子的 他这个遗臭万年 未必说是真实的 不一定是真实的 所以就像桑纣王 我们大家都知道 是吧 包括孔子的弟子在子贡 在后来他就为桑纣王明了不平 说桑纣王真有这么坏吗 我们看后代 我们写的这些史书 桑纣王这一生 有人做过一个统计 他的大缺点 他的大罪过 他这一辈子的大罪过 有72处 一个人能坏到这个程度吗 能坏到头顶了吗 不可能啊 那子贡就说了一句话 说桑纣王为什么这么坏 就是后代写史书的人 把所有人的缺点 所有人的罪过 全部都归到他一个人身上去了 不管这个事是谁做的 可能袍洛之行 都未必是桑纣王发明的 但是把袍洛之行 加到他的身上 把所有所有的罪过 全部往他身上堆 所以乱成贼子巨 乱成贼子巨 就是这样子 如果你做了一个 像桑纣王这样的人 那你就很惧怕了 因为孔子写史书开始 他能把别人的缺点 全部堆到你的身上 你是一个乱成贼子 别人的缺点 全部到你的身上来了 我们后来的子孙 我们后世的中华民族的 这个子孙 看到你的时候 会觉得你真的是一臭万年 你就坏到底了 你就坏透了 你就坏到没有一点好处 没有一点优点 所以这是 这个是中国人写史书的一个 你不能说它是弊病 这是我们民族的一种特色 所以我们民族读书 是要先读经再读史 跟西方是不一样 我们不可以先读史书 你一定要再读完经 你才可以读史 如果你还没有读经 你去读史的话 你读不懂 你可能读完的只是一个故事 你可能读完就说 啊 桑纸王好坏啊 这个信达基 然后又发明了这个 笔干挖心啊 袍洛之行啊 啥啥啥的 其实你读完经之后 你再去读史 你就会发现了 你就会发现 桑纸王的这一些坏 其实是来验证 我们经里面说到的 不修身 你不可以治国 那你修身是第一 修身之后才能治国 如果你修身有欠缺 你去治国的话 你会出现如此如此如此多的恶行 一臭万年的这些恶行 所以我们中国人写史书的这种模式 是从孔子开始的 孔子做春秋不是他自己 都是他自己写的 在孔子以前 中国是有史官的 是有史官的 史官就是一只手嘛 拿着一只笔 在一块板子上写 这个板子有人认为是钟 是 这是史官 手上拿着一只笔 在这个板子上面写 但是有人认为这是钟 说明在我们古人看来 史官是要执中的 执中就是什么 无过无不及 我们在书写的时候 不要有过 不要有不及 中庸之道 你写东西要秉持一种中庸之道 所以中国是有史的 我们以前还把它分为 左史右史 左史又史 左史即言 右史即是 从孔子开始 他写春秋 他写春秋开始呢 他就开始预寒了 治国之道 预寒了这些道 人生的这些道 在他的史书的记载里面了 变了 我们开始不真实地来记载 不真实地去记载历史事件了 所以从中国的史书当中 你读不到历史的真实 但是对你人生绝对有帮助 你能够借鉴 你学到这一段 你读完这一段之后 你就知道自己该避免什么 你读完《商周王》的故事 你就知道你该避免什么 你读完刘邦的故事 你也知道你自己该避免一些什么东西 尤其是斗太后的一些故事 对吧 我们都能知道 我的人生应该避免哪些坑 对人生的一种启示 所以是中国的史书的一个特色 好 说完这一点呢 我们再看史记的孔子世家里面 他也说到了 孔子在位听诵 文词有可与人供者 福独有也 就是他根本就不固执 福独有嘛 他一点都不偏执 一点都不固执 但是做春秋的时候 笔则笔 削则削 子下之徒不能占义词 也就是说 整本春秋是孔子一个人完成的 连子下文学呀 子下在孔门弟子里面是文学之士 文学最厉害的人 都不能够占义词 占辅助 连子下都帮不上一句忙 帮他改一个字都帮不上 孔子完全是自己 笔则笔 削则 该夸张就夸张 笔嘛 夸张啊 大写特写 大写特写一番的 该删的就要删 该夸张就夸张 该贬低就贬低 所以就这个意思 所以孔子受春 弟子受春秋 那弟子们接受了春秋 孔子讲的这个春秋 孔子曰 后世知秋者亦春秋 而知秋者亦春秋 就是后代的读书人当中 知道我孔子会因为春秋这本书 但是批评我孔子 也会因为春秋这本书 因为他 因为他真的是没有尊重历史的真实 然后呢 然后把这件事情给写出来了 在他续写的过程当中 有自己的褒贬在里面的 所以呢 孔子的这个春秋 写得非常的简洁 非常的简洁 所以我们后代呢 我们要读懂春秋 必须要读传记 那有三个人的传记 当然我们历代以来啊 注释春秋 当然不止这三个人 但是这三个人的传 不叫传记啊 应该是三个人的传 这三个人的注释 注解 注解春秋 注得非常的好 这三个人 第一个人姓左 所以叫左士 你看 他的姓氏嘛 左士 是个姓左的 第二个人姓公羊的 第三个人姓古梁的 所以三个姓 三个姓 那第一本就叫 春秋左士传 第二本叫 春秋公羊传 第三本叫 春秋古梁传 我们也叫 左士春秋 公羊春秋 古梁春秋 其中 左春秋左士传 简称左传 第二本 简称公羊传 第三本 简称 古梁传 所以后代我们基本上不怎么说春秋左士传了 一般说 左传 公羊传 古梁传 那 左士 姓左的 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呢 现在一般认为叫左秋名 一般叫左秋名 然后 公羊这个人 名字又叫什么呢 一般认为叫 公羊糕 第三个人 古梁 姓古梁的 我们一般认为叫 古梁赤 就这三个人对春秋所做的一个注释 这三个人注释春秋 水平最高的 在我们后代 在我们后代经学家那儿看来 水平最高的是公羊 是公羊 所以是春秋 公羊传 后世我们专门还有一门学问 叫公羊学 就我们后来专门研究公羊传 叫公羊学 那左传和古梁传呢 他们的风格不一样 这三本书注释的风格不一样 其中 孩子们最爱读的 也就是学生们最爱读的是左传 左传是讲故事 左传是讲故事 公羊传是考证 明目逊古的常语 明目逊古的考证 所以他们的注释的这种特色 不太一样 那这个左传主要是一种故事嘛 它能把春秋的一句话 敷衍成一个长长的故事 一大段的故事 所以呢 读起来就比较引人入胜 所以我们这篇文选啊 我们这篇文选呢 就选字于左传 就选字于左传 因为我们想通过这个故事的讲解 来讲清楚春秋经当年的一些记载 我们是要通过故事的讲解 所以我们的这篇文章 那就要选字于左传 如果选公羊传和古良传的话 可能大家会 怎么也读不懂 那我们选字于左传嘛 它讲故事啊 又很好听 引人入胜 所以呢 我们文选 选春秋经的时候 我们选的是春秋经的左式传 一个叫左秋明的人 对春秋经所作的一个注解 然后我们来读懂这个故事 我们来读懂这篇文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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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